第五百四十一集 万民天机 林冲正琢磨着 呼得着身外宇宙中一阵星光翻腾 念头一转 林冲就瞧见四面八方铺来了一堆的大星 那些星星各个赠名瓦量 跟一堆两百瓦的灯泡似的 分明是要抢夺这件未成型的天机之宝 五福 林冲当即是一声大喝 号令深周群星 一重又一重将这颗暗星护住 同时他口中叫着 我不找你麻烦 你别来扔我 天外宇宙中只有两个传承 一是林冲 二就是五福 林冲自掌握了身外宪全部传承之后 对五福的兴趣就小了很多 而且之后便忙着与这黄世天的争斗 也没空去搭理五福 如今这五福竟然要来抢他的宝贝 这是找死吗 随着林冲的呼喊 一双森冷的眼睛出现在了身外宇宙 你要这物也无有 五福的念头传来了消息 若是将此物给我 我可还你一个消息 哼 什么消息值这么多钱 林冲冷哼 别以为我不知道 咱们都得了身外宪传承 这件天机至宝 可赋予化身灵魂 配合各种化身法 能制作出投入轮回转世的不朽之身 化身是没有魂魄的 弃物之身是原本就没有 其他的化身法 则是对方被斩为化身的那一刻 就失去了魂魄 所以 林冲将玄鹏和维应武 斩出了身外宇宙时 他们察觉出的异常 是魂魄重归的沉重感 与自由感 没有魂魄的坏处很多 比如 不能投出法身 毕竟这法身 是以魂魄为根基的 比如 没法投胎 这是肯定的 还比如 能被各种大能 一眼望穿 这就无所谓了 比较尴尬的一点而已 但这件未出生的万民天机 林冲在五福出现时 便搜索了一遍身外宇宙中的各种传承 发现这件天机之宝 和一种身外仙不朽身的修炼 极为契合 能让身外仙 修炼出可投入轮回的化身来 这就厉害了 几个轮回后 连金仙大能也算不出根脚 到时候 可做的事可就太多了 什么样的消息 值得这么一件天机之宝 手炼人的消息如何 身外宇宙中 传来了五福冷静 没得感情的声音 手炼人 林冲一愣 下意识地传过一个念头 是看炼人吧 一字之差 也没什么区别 五福审道 看来你也觉察到他们的存在了 那你这消息凭什么指线 林冲的脑子里 念头频转 传过去的念头中 却不动了声色 手炼人 亦或者是看炼人 第一次听闻是从这系统的嘴里 系统为此还被降了志 也不知是真是假 反正现在还在蓝屏呢 在系统的口中 看炼人是比天魔更为可怕的存在 一旦其苏醒过来 那就是林冲的末日 所以系统才会用一只法眼蘑菇 换取黄世天的一段信息 就是那串数字 系统把这串数字称之为 林冲最后的希望 林冲把那串数字 复述给了黄世天时 黄世天却像根本没听过似的 所以林冲觉得系统是在装傻 却搞不懂这系统 为什么要出卖它 虽然黄世天也证明了系统的说辞 林冲摧毁通天神木 不过能为此界争取个十年八载的缓冲期 无上天魔终将降临 这一点上系统并没说谎 但林冲还是觉着系统在骗他 可此时听到五福将看炼人三字的消息 可与一件天机至宝相比 林冲就有点不能淡定了 我知道他们的存在 他们现在将醒未醒 毕竟天魔没有真的入侵 就算此界跟过一改 也不过是将那河道化天之天机 提前成像而已 此界终是安然无恙 也没到他们醒的时候 只要好好安抚他们 说不定还能有个千八百年的 悠闲岁月可过 如何 听不懂啊 这林冲就很郁闷 林冲借来了Zero的智商 脑子是瞬间清明起来 看炼人要是醒了 你也不好受 林冲抛过去一个念头 武福反而一笑 我只是个化身 又怕什么 就算此界万年卢成 被一锅收了 我也不过损失个可能性而已 武福竟然不是本尊 他不是此界唯一的身外仙吗 身外宇宙中除了林冲 只有他一个呀 不对 这万年卢成是什么意思啊 林冲总觉着自己无限接近某个真相了 之前这青云子也曾提到过这个万年之术 只不过被其斩尸经下了禁制 不得提及这些消息 所以才没说出口 这万年之期究竟是从何而来的 哼 我又能损失什么呢 林冲回过去一句话 加了一个微笑的表情符号 这句有点冒险 林冲想从武福的口中探听出 自己所面临的危险之处 究竟在哪 武福却马上沉默了 好半赏 这才说 原来你不 第五百四十二集 护山大阵 一 糟糕 暴露了 林冲被武福一句 原来你不知道 给搞得是心头一惊 还没来得及找补 武福又说 但是 第一 你瞧见了此界根果 第二 你那绝世见仙化身 又展示了他界唯一根果 这二者相叠加 意味着什么 你仔细想想 想清楚了 再找我不吃 说吧 这武福的念头 就要在天外宇宙中隐去了 林冲岂能让他如愿 勾引了别人的兴致 就这么溜走 于是 他念头旋转 汇集全部的星辰之力 向着武福就围压而去 就见这身外宇宙中将近八万颗星辰 围着武福的不到两千颗的星辰 呈现出了一个星云轮转的研磨之势 这身外宇宙只有两位正主 一是林冲 二是武福 如若是去了那些化身星辰的遮掩 本尊之星被捉 那么武福的位置 请客就会被林冲所知晓 而化身星辰 由于随时可被斩去 所以即便抓住了 也是没什么用的 这就像是一场对子游戏 林冲之前不愿玩 是怕化身的损失 现在却顾不上那么多了 武福 我非把你的本尊 从身外天际里抓出来不可 林冲立下了誓 但这是个年久日常的工作 也没法是历时见效的 所以林冲只要实时地 补充新的星辰进来 早晚有一天 武福会被他握在手心里 七零四对于西游事件 那个根果 怎么看 林冲回头再问七零四 感觉像是一种空间和时间 法则的呈现 一种物理现象 小小伙 可能是二十四诸天级别 才算得上是唯一 我们呢 对应此界就是我们的唯一了 要辩证来看 辩证 第五百四十三集 护山大镇 二 在许军虎 林豪狠 有苏三味散仙的 着力吹鼓之下 只用了不到两周 七彩祥云 就长到了能把数万米的深渊 全部覆盖的地步 就见着一重重的七色祥云 围着直通通的神木 趁在林冲穿越过来的房子下 从一届墙望出去 满眼皆是七色的云朵 阳光一晃 宛如仙境 还有着一道长桥 跨在这七彩祥云之海上 勾连着一届墙和昆仑山 那些棉花糖 踩上去就跟云彩似的 十分的有脚感 你是不是有点太照耀了 林冲皱眉问着 他希望低调些 有个阵法征书 能够控制外表成像 许君虎蹲了下去 在云彩里摸出了一颗蛋来 就是青鸾的那颗 设定了三种模样 第一种是七彩祥云 您见着了 第二种是模拟山石 说着 许君虎抚摸了一下 青鸾的蛋壳 青鸾蛋壳上的七彩光 顿时就灭掉了 变得是灰土土的 宛如一颗石化了的蛋 而异界墙外的七彩祥云海 也在刹那间就灭了下去 云彩变成了土壳 长桥变为了山石 彩光变为了鸡血 看起来是一如往常的 那些个昆仑山极巅 没被炸毁的日子 哎 这个好 这个好 林冲是连声称赞 这和之前是一模一样 我还是觉得 第一种好 林不周瞧瞧有苏 有苏对他是温柔一笑 你说的对 滚 别在这里撒狗粮 还是自我繁殖的终极狗粮 林冲心中怒吓 我倒是欣赏啊 第三种 林豪横说 第三种就是劫风形态 许娟虎顺手一条 铺天盖地的灰色劫风 将一届墙周遭数万米全部笼罩 反如是平地起了雷霆 住住截风都有将近十米高 一届墙附近简直成了个刀山枪海 林冲的法身 请客就被摧毁 但他不惜反惊 又挂着绝对防御挂架 到截风阵里体验了一番 发现这截风 比之昆仑真正的截风 虽是弱了些 但也有着七八成的功效 着实是厉害 这下就安全了 哎 这个好 真的好 林冲大家称赞 便是这时 林冲收到了林曼的通讯 我们能看见根果了 能瞧见根果了 这消息把林冲是搞得一愣 然后又是一喜 接着就很困惑 林曼的真身远在地球 只能借着法身来此 而且 也没见着他头法身 怎么就能瞧见这根果了 带着怀疑 林冲进了不周山 就见林曼正在摆弄一台电脑 在不周山里玩电脑 这可是双重体验 非常无聊 毕竟不周山就是个虚拟现实 底层都是由各种算力支撑的 再弄一台电脑在这 这是干什么呀 但林曼却玩得兴致勃勃 并且他的身旁 还围着不周山的一众工作人员 这些工作人员 以不周山项目组组长黄强为首 黄强现在这脑袋壳上 光滑得可映天光 他最后的一根头发的阵亡时间 该是三年前了 真是时光如水 岁月如梭呀 林冲 你来了 大家招呼林冲 快来测一测 测什么呀 即便是穿越了这么久 林冲也不太适应 被众人围在中心的感觉 颇有些不自在的 被拉到了电脑前 林曼是笑嘻嘻的 把电脑座位让给了他 林冲瞧着电脑屏幕 那上头似乎是个 算命的游戏 这电脑 还是最古老的CRT显示器 大屁股的那种 还真就符合科技时代 老电脑算命的氛围 林曼让开座位前 屏幕上显示着一颗巨大的导弹 还配有文字 清淡美少女 工作狂 咬人很疼 清淡融合度 百分之一 还需努力 这什么鬼啊 林冲瞧不明白 我不是来看根果的吗 这就是啊 大家回答 然后窜躲林冲 把脸对着摄像头 然后说出自己的名字就行 什么看根果呀 这不就算命吗 林冲只好对着那摄像头 布州山虚拟出的电脑 还有摄像头 这有屁用啊 他在心里吐槽 但还是对着摄像头说了一句 林冲 电脑屏幕上流淌过了一堆数字 然后一堆的文字就出现了 炸弹狂魔 很懒 从不出污 妖风炸弹 融合度百分之三 水净法身 融合度百分之二十三 紫庭昆仑雷 融合度百分之十 动名声扬雷 融合度百分之五 超级紫庭昆仑雷 融合度百分之三 不愧是林冲 好厉害呀 一堆人是一边围观着 便称赞林冲 那语气是真心实意至极呀 夸得这林冲都不好意思了 算命算得厉害 就这么不简单吗 这什么意思啊 林冲再问 我试试你就明白了 黄强对着摄像头 说了一声自己明白 黄强 一阵有气无力的嘀嘀声 然后这上头就出了几个字 秃子 法眼天鹿 完成百分之二 这林冲是不禁乐了 第五百四十四集 看见根果 我来 又换了一个小姑娘 她是新来到 不周山项目组的 林冲还不知道她叫什么 白晶晶 小姑娘说 结果这一照之下 嘀的一声 电脑很怀疑的 就嘀了一下 然后显示出字来 你不存在 你看 我不存在 小姑娘笑着跳了一下 不存在都这么开心吗 林冲恍惚间 似乎是明白了什么 之后 又有几位不周山的工作人员 算了个命 大多数都是不存在 还有几个能显示出 法眼天鹿字样 林冲勉强记得他们 都是不周山的老员工 他能够算出你与西游世界的因果关系 但又没那么简单 注意到这个融合度没有 这是一个监禁数据 你的创造物 在这个世界上的因果越重 这个数字就越大 林曼跟林冲解释 我的创造物 林冲想着那些紫庭昆仑雷 动明升阳雷的 的确是他的创造物啊 那氢弹 怎么就是你的创造物了 林冲觉着古怪 那不是地球的科技结晶吗 是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呀 林曼说 原来如此 林冲恍然间有些明白了 但还是有个问题 如梗在喉 为什么你是清淡美少女 我就是炸弹狂魔啊 这和自我认知有关 也和耕果对你的印象有关 林曼笑着解释起来 之所以能看到耕果 还得从那个 被黄世天绑架的 0518号法眼蘑菇开始说起 0518号法眼蘑菇 被系统出卖给了黄世天后 成为了黄世天 明里催俗苦腾 暗里制造二维神木的 后手底牌 由于先天四颗天机洗礼 再由于天魔的轻力灌注 又被此界的根果反复穿透 最后被一亿吨的 轻弹一炸而塌 其中还不犯无上天魔 关注等等 一种状态的加成 其结局 704本以为 必定是毁灭的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一直维持着 二维形态的黄良仙 生命力顽强的惊人 又或者说 他们根本不会死 阵亡的那些法眼蘑菇 是被氢弹辐射 干扰到了体内 庄子物蝶精的运转 导致神兵化 才会牺牲的 5018号 虽然被氢弹摧毁 但曾经的四颗天机 和天魔加护 让他体内的庄子物蝶精 始终是运转如常 甚至 无上天魔还帮了一把 加固了其物蝶精的运转轨迹 以保证百万天魔大军 可以进入尤其维系的两界之门 总之 704打捞掉进深渊的法眼蘑菇时 发现了5018号蘑菇 天魔消亡在此时 被控制的5018号找回了自我 与704重新链接 这时 704发现了0518号 呈现出了一种诡异的穿透状态 它仿佛是一枚二维化的棱镜 能够照射出一个无穷复杂的点 打个比方 比如说此界的普通人 活在三维中 再向上一维 那就成了四维 就能飞升仙迹 那么黄梁仙就活在二维 而这个点 则是一维的点 它是一 也是全部 它是因 也是果 万物生于它 又必将归于它 它拥有这个世界所有的知识 但你 只能从其中看到 和自己有关的那部分 它一旦从异伪状态中释放开来 大概率就会变成那种极光根果的形态 在那种形态下 被其接触到 生物的所有信息都会被压缩到一堆 就是当日黄世天的天魔外衣被毁时的场景 林曼又说 怎么释放 林冲听了是眼睛一亮 这个炸弹厉害啊 不愧是炸弹狂人 现在我只知道一种办法 那就是超过两百万幅的巨大紫廷昆仑雷 林曼说 但它的其他用途就是算命 这个用途更宝贵 5018号法眼蘑菇 此刻从外观看来 会呈现一种极玄妙的状态 它是一条无始无终的线 绕成了一个像八字形的形状 约摸着手掌的大小 宛如用铅笔在空气中画出的铅线 它仍存在意识 也能对704的提问进行回答 但却没有性格特征 704可以命令它存在于某一地方 但是 即便是白铁 也不关注它 这是目前在西游世界 704仅见的一个 可以穿透白铁的物质 或者说是生命 704推测 可以用超过两百万伏的蘑菇炸弹来引爆它 释放出极光颜色的此界根果 但并不推荐以这么具有破坏性的用途来使用它 5018目前最大的用途仍然是可以通过问答的形式与此界根果沟通 也就是林冲方才在布州山里玩的算命游戏 融合度这个词令人不解 但经过林冲的测试 无论是林布州还是林豪狠 亦或者是许冲虎 与5018进行沟通时 获得的答案中都没有融合度这部分的内容 第545集 奸兴剑天机 林豪横得出的结果是 绝世剑仙 三界功伐第一 无脑 二哈 化身 林布州是雾仙 梦仙 无耻 纸片人老婆 化身 有苏是 诶 这刚才不测过一次了吗 许军虎 魔祖 主角 穿越者 渣男 化身 这是什么鬼啊 三个人同时望着林冲法身 以及法身中托着的那件无穷大符号 0518不能直接给出结果 是通过不周山与其联络 得出的结果 当林冲把这个评价传达给了三人后 三个人就开始冲他嚷了起来 林豪横说 喂 谁二哈 谁无耻啊 有苏说 谁指骗人 许军虎 谁渣男 是你们啊 林冲 理所当然的说 那是此界根果对你们的评价 啥根果 哎 信不信我弄死他 当然不信了 0518此刻存在的状态 无法摸索 704甚至怀疑 他已经成了此界法则中的一部分 是根果在世的呈现 论起魏格来 该是和24天机同等 所以 只凭借着暴力摧毁的话 704推断要有200万伏以上的能量等级才可以 证明三人都没有融合度这个属性之后 这就很好玩了 融合度 重点是在融合两个字上 那什么和什么融合呢 林豪横 林布周 和许军虎 都是西游世界的人 虽然不是土生土长 但总和此界有关联 他们的能力 身上修行的功法 也都是此界的东西 而测出融合度的人 却都是带着一些不属于此界的东西 至于具体表现形式 有个好玩的测试 你有没有想过 24天机是怎么来的 24种不由的修仙之路 会不会是此界根果 融合了24个世界 每个世界都有独特的修炼之法 一旦子庭昆仑雷 洞鸣生阳雷甚至是清淡 都融入此界根果 会不会出现一个修炼结果 是各种炸弹 导弹的修仙门派 你们这猜测 可真好玩啊 想想一个仙道门派 福气期是在丹田凝聚火药 金丹期能放地雷 元神期骑着导弹满天飞 散仙巅峰 掌握全球卫星定位 展确三花后 就能放出此事唯一的 一亿当量氢弹来 如果有 那林冲肯定加入 那这个门派的天机呈现 也许是奏兼兴剑呢 林冲一边说 一边是眼睛一亮 那要怎么实验啊 大概得先把某一个技能 推进到百分之百的地步 目前看来最接近的 应该是水晶法身 融合度达到了百分之二十三了 大概是因为使用的非常之多 但最快捷的 肯定是林曼的氢弹技能 只要往西游世界 扔一百颗一亿当量的氢弹 就足够提升到百分之百 当然是玩笑了 不说这一百颗一亿当量的氢弹 怎么去弄 毕竟地球上东方有个工程狂魔 如果真的需要 数量那绝不是问题 只说现在往西游世界投氢弹 还得有林曼加Zero权利的配合 持续数周的运算 还得有着金鲜果的高维投影 作为发射渠道 这颗一亿当量的氢弹 就用掉了一颗即将结果的金鲜果 林冲是十分的心疼 第五百四十六集 招募一 虽说一颗金鲜果 换一百万天魔 这买卖肯定做的 但如果不必金鲜果 也能换来 那就太好不过了 仓鼠性格的林冲 对于自家的宝贝 一向是止尽不出的铁公鸡 于是这林冲 开始兴致勃勃地 投放水净法身 以实验什么时候 能把这水净法身 提升到百分之一百 一天后 林冲哭丧着脸 哎呦 这太难了 这天里头 林冲足足投了近千次法身 到各种地方 远至犀牛鹤州灵山之上 去瞧瞧被悬棚打碎的灵山遗址 进到查安城中 大明宫外 望一望新潮的鼎盛龙器 如此近千次的法身相投 再跟0518 检视水净法身的融合进度 竟然是一丁点的没涨 林冲就不信这个鞋 它又加大了力度 接下来的三天里 把这个瓶次增加到了一万次 还是一个百分点都未增 这就让人直呼太难了 且不说这水净法身的消耗大不大 只说若是一个百分点 等于数万次 甚至十数万次的法身相投 那么 想要将其推进到百分之一百去 那岂不是要以异为单位吗 这还有什么搞头啊 也许应该换个思路 这两天 林曼和七零四众人 也在研究这个 与此阶根果融合度的问题 如果说融合度的关键 是在于和西游世界没有关联 又对西游世界带来变化与影响的话 林曼提出了个想法 这想法有道理 所有能够展示出融合度属性的 都是那些与西游世界没有关联的 但却改变了西游世界的物件以及人 那林冲 你与西游世界其实关联度已经 研究机构视为领域大能 曾经供职于七零四研究所的经历 已成为了一块质地极为坚硬 亮度极为惊人的金字招牌 就算是如此 也有很多满足了退休条件的技术人员 宁可留在七零四公级的保密协议了 第五百四十七集 招募二 我考虑的是还有荣誉呢 按照惯例 成为核心的话 国家会颁发科技荣誉奖章 这个荣誉 以前可是颁发给大德鲁伊那种级别的科学家的 别那么庸俗 招文道 惜死可以 同学同学 排队 通过各种门径 得知了核心组招募实验人员这事 是整个七零四 这批要退休的妖风项目组成员 几乎个个都来了 彼此瞧瞧 再看看招募条件 只要十个人 来的 足有七八十个 就开始奚落起对方来 老李头 中风好了呀 要不是组织给你发了一片蘑菇 早就该在医院里和倒尿管一起一样天年了吧 就这身体素质 还来报名实验 是想占国家一辈子便宜不 老孙头 你还有脸说我 也不照镜子瞧瞧你自己 你现在就老年班上长了个脸 走大街上 还能认识回去的道不 一群其实也没那么老的同僚们 互相嘲笑着彼此 现在的国家平均年纪已经到了九十八岁 这六七十岁说是壮年尾声 也没错 没有他们说的那般不堪 这时 队伍中起了骚动 因为队委处排了个精神绝朔的老人家 他满头白发 气色红润 见着谁都是客客气气的点头打招呼 总工 你也来了 大家也都和他打招呼 他就是当年妖风项目的领导人 开辟祖国新一代智能芯片的奠基者 是啊 是在这儿报名吧 总工程师手中还拿着张表 总工 你现在是704行政一把手 你来这儿有点欺负人了吧 有人笑着叫了一声 十个名额 一下子就成九个了 都是为了国家做贡献吧 总工笑咪咪的表情 他的心情十分好 因为早就跟他的爱徒临冲透过了底 这名额 他必须占一个 做了三十年研究了 当了十年的政工 没想到还有重新进入科学实验的那天 这后门必须得走 除了林冲和林曼外 还没有其他的地球人类 以法身投入过西游世界呢 这是有危险的 林冲不必说 穿越背卡 精神肉体永远凝固在了穿越的那一刻 一日不解除这状态 就一日不会死 能活到宇宙尽头也是说不定的 林曼则是妖族的化身 穿越八百多年旅程到地球 重新回到西游世界 如鱼得水 他们两个头发身没问题 不代表普通人类就不会出事 在定下要进行融合率提升计划时 林冲是犹豫了很久 一旦将普通人引入西游世界 就很可能意味着有牺牲的可能性了 就为他一个人的欲望 值得吗 这时还是总工劝说的他 根果这件事 关系着西游世界的根本秘密 虽说现在瞧不出与地球科技有什么必然联系 但你肯定地球上就没有根果吗 如果地球上也存在着类似的物理现象 甚至是生命体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地球上人类从有史以来对于自我的认知 对于文明的认知 都是错误大 掀开了 您一定要首批参与实验计划的原因吧 虽然我现在做的是行政工作 但我们的军队早有惯例 冲锋的时候 政委先上 总工笑着说 我们可不能坏了规矩 哪有这种规矩啊 林冲不禁嘀咕 但也无可奈何 总工想要参与这事 没人阻止得了 林冲也不行 在定下了计划三天之后 名额就满了 而且还抄了 妖风小组是七零四工程里的老资格 一群最小也有着六十多岁的老人家们 就差着大打出手 最后不得不把首批名额增加至了二十 并且承诺下一批实验计划 会把你们全部后补上去 这样才平息了事态 第一批二十位技术人员登陆了不周山 虽然不周山已成为了七零四内的常用工具 但不周山内有几个区域 对于其他小组是完全绝密的 这其中就包括蓬莱区 盈州区和部分方丈区 今天这二十个技术人员 首次踏入了蓬莱区 建造了向西游世界投入法身的电话亭和复声圈 经过之前的培训 相信大家对这个区域并不陌生 请大家牢记穿越手册上 著名的各种知识点 请大家排队进入 第五百四十八集 全民穿越 以总工程师为首的二十位技术人员表情十分的肃穆 还有人问这不周山的工作人员 我们用不用举个国旗啊 毕竟是第一批踏足异界的地球人 我们代表着国家的荣誉 老李头 带着老年痴呆来参与实验 你可真是身残至尖呐 什么第一批 之前培训里没听说吗 天兵同志 才是第一批踏足异界的地球人 他已经在异界坚守四十二年了 我太激动了 那要不要给天兵同志担命国旗去啊 他那面可能救了 我强烈要求 把老年痴呆症患者 开除出队伍 二十个技术人员 投入西游世界时 落点并非是在昆仑 而是在二十个不同的区域 有的在大唐长安 有的在千岛之湖 有的在杭州湾附近 最远的 甚至到了犀牛鹤州 他们目前的任务有两个 一是反复穿越 实验是否会对水净法身的融合度 产生提升作用 这个融合度 只会出现在林冲的身上 因为无论是谁使用了水净法身 这个技能的使用者 其实还是林冲 以林曼为例 林曼也会被无数次的 投入西游世界 他的身上就没有水净法身的融合度 所以704猜测 水净法身技术的融合度 都会归于林冲的身上 第二个任务 就是试制妖风炸弹 如果选一个初级技能来升级的话 肯定是妖风炸弹 这是我制作的第一个带有地球智慧的 改变了一届的创造物 林冲这样说 不过 因为当初虽然制造了很多 但是炸的特别少 后来又研究出了其他各种类的炸弹 妖风就被放弃了 704同意林冲的观点 所以 从妖风芯片小组来临选实验人员 也是顺理成章的 因为这些技术人员 对于妖风芯片的架构 简直熟悉的是不能再熟悉了 当然 还存在着妖风炸弹这些融合度 一旦出现在这些技术人员的身上 林冲身上的相关融合度 是否会得到提升的问题 这就还得看接下来的数据了 总工程师看了看四周 这是一处十分繁华的街道 行人车马 街市楼方 俨然就是古时唐朝的模样 当然 现在这里已经不是唐朝了 而是大明 再看看自己 一身青山庄树 应该是个书生的模样吧 再摸摸脸 光滑细致 可能只有二十岁 虽然身躯依然老迈 但模样却因为法身的缘故 而变得可以随意更改 我来到异世纪了啊 总工的心里是难言的兴奋 他忽然领略到了苏东坡 老夫疗发少年狂的澎湃心境 左右观察了一会儿 兴奋了一会儿 耳中就听到了林冲的声音 老师 给您安排的是造物先宗 造物先宗 助力着唯应武定顶新朝后 在长安城获得了一块著宗之地 并且正在与五谷 金鼎 福甲三宗一起 筹备着天下义务大会的细节 准备在长安城四方之外 另辟一处先凡方 以此常年经营着先凡义务之贸易 并取代行使了数千年的神仙妇 这件事事关重大 维应武加着驱除天魔的余威 办得倒还是顺利 造物宗也在长安城安顿了下来 开了个分支 总公所装扮的青年法身 来到造物先宗之后 向守门弟子递上了一张拜帖 拜帖上只有三个字 康玄璐 没过多久 造物先宗一位元英级别的宗内执事 就带着笑容迎了出来 不知这位小友与康真心有什么关联 我是他的学生 真心嘱咐 特别来造物先宗学习一二 总公回复 并且心中觉着好笑 变成了自己学生的学生了 康玄璐之名在此刻的大明朝内 无论是四大先宗 还是朝野之内 皆是如雷贯耳 造物先宗自然也是不敢怠慢 一边将总公奉为上宾 一边仔细委婉地询问 总公要学习什么呀 毕竟 康玄璐乃是真先大能 并且还是极为顶尖的那种 曾参与过天魔仪式的先宗诸人 都在猜测 莫不是康玄璐 才是天庭遗留人间的最后一招 是地决天通后 用来收拾残局的 所以 这样的真仙 要派人来造物先宗学习 未免有点屈尊降跪了 我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想看看 总公实话实说 可以不 自然是可以的 可以的 那位元婴直士 一边将此事通传了宗主 长老 一边拿着宗内秘籍 给总公看 而康玄璐传人再度 献室的消息 也是让朝堂之上的 唯应武吓了一跳 不是说再也不管大明的事了吗 一边想着 非应武士一边亲临了造物先宗 来瞧瞧这位真仙传人 第五百四十九集 各有去处 先宗直士 岛履相迎 一朝之地亲自慰问 总工程师享受到了 超规格的待遇 不禁有些责舍于 林冲在这世界的影响力 与被安排到长安的总工相比 其他的妖风小组的技术人员 待遇上就没这么好了 但惊奇之处 过犹不及 比如被安排到了 金山寺野狐先宗的某一位 女儿国吗这是 之所以把第一批人员 安排到了各个先宗 是因为七零四和林冲想试试看 能否用二十四仙宗的仙术 造出妖风炸弹来 毕竟如果想要以林冲的方式 制造妖风炸弹 也得学习湖中仙术 可以说这湖中仙术 是妖风炸弹 以及其他蘑菇科技的基础 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如果把蘑菇科技 结合更多的先宗的功法技艺 为这一界带来更多的改变的话 理应能够对融合度推进更大 至于这法身显像 本尊却在地球 不能修炼这种限制 说不定就有办法解决呢 毕竟 二十四先宗 其功绝技无数 随着天魔的逝去 林冲的生活 终于是恢复了平静 在完成了七彩祥云 护山大阵之后 林豪亨 林不周 许君虎 也下了昆仑山了 按照他们的说法 各有去处 林豪亨要游历四方 在无上天魔入侵之前 他本以为 此界的终点就是散仙 没想到 竟然还藏着 这么许多的豪横人物 那以泰山为区的大能 成神鸟形态的女子 天外射来的真实常见 北海底 那个魁伟巨物 还有扔来神火圈的 同志声音 当然 还有老熟人 那位八字封号的 猴子大圣 这些远古大能 怕是个个都有着 七八九节的修为了 甚至早就是超过了 飞仙的等级要求 不过因为种种原因 滞留在了这个凡尘界而已 我确实要与他们比上一比 看看谁更豪横 林豪横大笑着 纵着剑光远去 当先要找的 就是那个 移也移不走的 泰山大能 此界的英国 很是奇妙 因为共同战斗过 所以 这些个大能 与林冲这句绝世剑仙 化身林豪横 结下了英国 林冲也隐约的 能够察觉到 林豪横此去 有一些大能 他能见到 有一些大能 他见不到 见或者不见 取决于彼此间的心意 还有着一些 说不清道不明的干脸 说是心有灵犀 也不为过 林冲就不禁想起了 使用动明生阳雷 若是周遭观察的人多了 且个个修为高深 那这雷发的 就会更快些 总觉得虚空 根果 与各种大能的存在之间 有一些奇妙关联啊 林豪横要去游历天下 林不周的愿望 就没那么复杂 他也想四处转转 不过 是以度蜜月的形式 跟着有苏 瞧瞧天之崖 看看海之角 去见见世界的边缘 看看是否有四只巨龟 正驮着这四块大路 正在无尽的虚空中游荡 因为梦先之躯 意念到处 即可到达 而有苏所修的 寺院造作大法 就更是可与林不周的 梦境相关联 他们的旅游 完全应和了那句广告语 新方洞 深已远 此事无福远近 说不羡慕 那是假的 林不周此刻的状态 四真实幻 大千世界 尽在其一梦之中 连这女朋友都带梦出来的 何其的牛叉啊 如果林冲 有了想找个伴侣的想法 肯定会十分羡慕林不周 但仅现在来说嘛 就是对林不周 这种疏忽东西的旅游方式 觉得是心仪不已 就算羡慕 你也要克制你的好奇心 林不周 警告林冲 不许燃之幼梭 不许偷窥我们 嘿嘿嘿 不许 行了行了 我又不是变态 林冲说 跟你的梦中情人 度蜜月去吧 林不周向着林冲挥了挥手 有苏向着林冲是微微一笑 两个人就如同梦幻泡影般的 消失了 上仙 我也走吧 许君虎和林冲说 谢谢你这次把我从死结里救出来 要不是你 我怕是真挂了 哎 你要去哪呢 林冲的法身 在一届墙前 由于七彩祥云大阵的存在 所以 一届墙前 还是那小雪谷的模样 实际上 其中的造物 可由林冲随心而设 所以林冲一挥手 雪谷中 就多出了个十桌十凳 桌子上还有茶水茶杯 就跟这造物先宗的本事似的 大概先去见见环尔 龙女 茉莉 青芒 许君虎坐下之后 手肘支着桌子 掰着手指头计算着 行了 行了 林冲白手 我不想知道你去哪了 许君虎 玩耳一笑 等见过他们 我大概会回万法先宗 他们身体里还中着我的死结力和王莽的经结力 我若不去管着 搞不好还会有魔头生出来 第五百五十集 融合度实验 一 天树 野狐 功德宗十七个同仁 林冲也是屈指算着 被屈出长安的设计 青史 丹青三宗 你都要照看一下 我怀疑他们身上都已有天魔宠子 黄世天虽死 无上天魔却关注了此界 虽然被我用青蛋炸走了 但是难免会留下后手之类的 我发现此界的那些大能们最喜欢打埋伏 从当年五福化身青云子开始 到黄世天的九节金身 个个都藏着无数手段 比如直到现在 我也不清楚五福藏着的底牌是什么 唉 林冲叹了口气 不去想 太麻烦了 总之啊 要不你就把这六宗 再加上万法 全部整合起来 天魔不是说 你是此界魔祖吗 你就立一个门派 叫日月神教 许君虎不禁被逗乐了 上仙 我可不当东方不败 你当然不是 但你还要留神 如果我是无上天魔 肯定会把最大的后手留在你身上 林冲正色说 毕竟你也算是天魔传人 我若是入的魔 上仙你就弄死我 许君虎发誓 林豪横 林不周和许君虎都下了山了 特别是许君虎 这次可并非是天下为敌的当年 他现在身具散仙巅峰的修为 拥有生死两节仙魔玄公 便是王莽的八日经禅 其休息路径也是一清二楚 与天魔一战 他的收获最大 若是认真些 说不定这两年也能突破陆地真仙 毕竟天外已无魔节 突破度节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当下的世间 虽然远古大能无数 但大多不履尘世 许君虎在二十四仙宗内 已是可以横着走 更何况还有林豪横 林不周那么算下来 当时的有苏已被魔主寄生了 所以那烙印 其实并非是真正的有苏的 而魔主有苏们 总之已经是乱成了一团麻 想要探清究竟倒也简单 林冲只需以他界学念法 念法一游 斩诗经一斩 就能分得清楚